安波普通话足球快训 周六下午日职继续进行 其中横滨水手将对阵谱和红钻 M直播届时将会有本场赛事的现场直播 横滨水手目前需抢分拱固领投扬的位置 而且球队面对谱和红钻战绩占据上风 加上金扑主场作战 此番不妨看好横滨水手全取三分 在冠军争夺的关键时刻接连失分 横滨水手需要打醒十二分精神 否则绑守位置将会晚节不保 所幸的是 横滨水手本轮将对阵近况平庸的朴和红钻 前者又在主场作战 肯定会战役十足 留意经济的整体表现 横滨水手攻防表现都在日直中数一数二 进攻端凭借李奥施亚拉和西村拓针等人已有63球进账 而防守端均长锦师1.03球 尽管处于联赛主场两连败 但横滨水手经济的主场胜率也高达68.75% 是联赛主场胜率第二高的队伍 更为重要的是 横滨水手近三次主场队阵谱和红钻西术取胜 且至少入三球 如此一来 本次队类横滨水手拥有足够的信心来源 阵容方面 中场攻适量因伤缺阵 前32轮联赛踢完 朴和红钻录得10胜14和8负的成绩 积44分排名联赛中游附近位置 既无太多征压贯联资格的希望 亦无太大的户籍压力 如今球队基本上可谓无欲无求 坦白说 朴和红钻最近一段时间的联赛表现并不出色 8月至今的9轮联赛均未录得连胜 虽然期间输播场次不多 但球队争胜利也并非很好 期间只是录得三场胜利 以这样的表现做客横滨水手未必有理想发挥 需要知道的是 朴和红钻经济做客胜率两成不到 期间攻防出现入不敷出的情况 而且近三次出征一胜难求 以这样的表现出征谱和红钻实在凶多吉少 阵容方面 中场关根贵大音商倦琴 感谢你收听安波普通话足球快讯 感谢你的支持并订阅我们的频道 感谢您的支持